好啊這高雄啊也要翻轉一下 要政黨輪替嘛對不對 好另外是民眾黨的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今天在桃園大造勢 說現場有突破了一萬兩千人 那跟前一場台南場 這柯文哲不斷的一直在這個攻擊賴清的不同 今天走的是溫馨路線 致辭到最後一度哽咽 是在哽咽什麼 趕快來看 所以說記者現在的位置呢 就在桃園的陽明公園 現在在這裡呢 正在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在桃園的造勢大會 這個週末他已經連續舉辦了 兩場的造勢大會 而在今天呢 現場人數也是破萬人 而現場直播人數呢 也有高達三萬人 不過呢柯文哲今天的演說的方式 有別於昨天在台南 因為昨天的首場造勢辦在台南 是以一種攻擊賴清的這種方式 來見指賴清德 來問他的弊案 以及他的違家還有態度 歸孫的部分 而柯文哲今天的演說呢 則走一個感性路線 我們來聽一下他怎麼說 在這裡看到大家 讓我更相信 我原本來原本就相信了一句話 國家之力量在國民全體 各位為了下一代 為了台灣的長久未來 我們一定要繼續努力下去 2024年 2024年他是台灣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 我們大家都要思考 我們真的要回到過去30年 藍綠意識形態的鬥爭 讓整個國家在那裡空轉 還是我們要勇敢的走向一個新政治 新文化 讓台灣脫胎犯有一個新的未來 剛才講過 國家之力量在國民全體 當然今天在座這些人數 並不代表就是全部的國民全體 所以在這個地方誠懇的拜託你們 向你周邊的朋友去跟他講 我們需要一個什麼樣的台灣的未來 更重要的 今天特別要拜託在場的所有的 不管是青年的朋友 還是中年的朋友 也請你回去 跟你的長輩說 我們需要台灣有一個更好的未來 而賀文哲一定會跟大家一起努力 我們聽到柯文哲也不斷的強調 要現場的年輕人跟中年人 來進行鼓鼓的計劃 就是五分鐘先跟長輩聯絡之後 五天後再來跟長輩拉票 這也是柯文哲所謂的孫子兵法 而柯文哲也強調說 不要再回到或許藍綠三十年的惡鬥 那麼以上是現場的 最近跟我們把新介紹交給鳳輝主播 這個藍白河破局之後 很明顯的民眾黨總統候選人 柯文哲民調大幅的下滑 那時事評論員董哥就分析了 說這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柯文哲已經人設崩壞 過去很多人覺得他說話 直來直往做事是公開透明的 但是呢從藍白破局這件事 卻發現其實他充滿了政治算計啊 現在所有民調支持度 柯文哲大概十到十五啦 大概可以看到 那這個還會往下降 為什麼呢 因為顯戰越靠近的話 很多顯民會覺得說 我這票投下去要有用 簡單講我投的人要會當顯 那對柯文哲來講 他一定對當初沒有藍白河悔不當初 因為他到地方 他要嘛就是這種西胖說自己有五萬人 要不然就是巧異國民黨的哪一隻小雞 他就是這一套嘛 那其實我覺得就是阿伯那一套 在他的人設崩壞以後 他其實慢慢的就被大家所揚起了 那他的人設崩壞當然最主要就是 凱葉那一場藍白河最後的一場會議 他用很技巧的模類 要去設計別人結果被凍穿 那多少年輕人認為阿伯就直白 原來你也不是直白嘛 你就是要設計別人嘛 那這種軌跡被拆穿以後 現在變成等於說騎虎籃下 那這個到最後他自己選 自己選他到地方 他就會發現原來自己沒有那麼大的魅力 柯文哲為什麼現在很緊張 而且我相信他內心也很懊惱 現在顯得那麼困難 然後去哪裡 好像也沒有像過去萬能空向 所以他就沒事就可以去指著蔣萬安 蔣萬安果然不行 蔣萬安比他受歡迎多了 他現在看到蔣萬安在中南部受歡迎的程度 他想起過去自己就是這個場面 過去阿伯走到哪裡 腳踏車一直走南北 沿途多少人加入 那現在沒有這個情況了嘛 所以大家不要被一時的 那種政治人路的那個熱度 覺得說自己都了不起 因為每個人的熱度都會減低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效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效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效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d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快點指定 快點指定 小明星 楊